照片中少年鼻青臉腫 雙眼腫到剩一條縫都快睜不開 傷痕一路從臉頰蔓延到脖子 耳朵也又紅又腫 連背部藥部也大片淤青 這不是打架而是被機車狠撞 但離譜的是肇事騎士 居然幫忙擦藥後直接溜了 騎了摩托車的男生 他就騎過來 他就剛好跟我擦中 然後就跑去買藥 然後他就幫我擦藥 我就那時候是整個一片空白 剛剛才跟班農村街上 事發在26號傍晚6點 15歲少年打工後 騎單車回家 卻在大寮的巷尾路 被騎機車的男子狠撞 滴滴被撞到飛出去傷痕累累 男子卻先去藥局買藥 回來幫少年擦完 接著沒報警也沒留電話 就落跑 懷疑是惡意兆逃 15歲少年被撞到全身瘀青 痛到不能動 單車手把都被撞斷 雖然騎士有下車還去買藥 但最後離開了一樣算趙逃 警方正在調閱周邊監視器 要找到可惡騎士 趙逃最高可罰9000元 記者高雄報導 馬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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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雅